哈喽各位报挂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我们会在每天推出主播精选的影片 也就是呢 我会在这个两个小时每一天的 招呼来听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要挑出今天最亮点给大家看 那程序间会上线呢 在七点钟 每晚七点钟 会在我们完整版试出之前 会先帮大家划重点 那么同时呢还提醒大家 在这个主播精选的系列下面 也没有任何的建议的话 都非常欢迎你留言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但因为我一定要做到后面的这块 我觉得很喜欢 因为林涛你知道吗 其实桃园的选情 尤其是大陆捧这个关键字 堪称是爆挂一个流量密码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聊聊 现在讲到联合 他们现在认为是桃园的立委 蓝绿市已经会战成五五波 那当然各党还是要力拼突破 刚也稍微浅谈了一下 关于李玉玲的这个选区 那不过呢 传统当然是蓝大于绿 可是因为六个立委的选区 大多是呈现蓝绿 都还是五五波对决的一个情势 国民党有三席是现任 但他们希望可以再加二 变至少有五席 绿营目前是二加一 他们也希望可以在桃园全雷打 那刚刚提到的 已经开始在练喷火 表演喷火吞火的 郑韵棚 他不知道知不知道自己的选情 是在着火当中的 所以不止吞火喷火 他正在现正on fire 在沿上 这个选区为什么要特别拉出来聊 是因为昨天我有在跟 小牛牛许婷做最后的确认 沾江村村长应该是没有登记参选的 所以我礼拜二应该会去这个选区 去做他接头民调 因为根据我们所知 小牛上一次出来讲的时候 他的民调已经大幅领先 郑韵棚了 那如果江村长没有产权这个大力多应该更OK了 是莎莎基本上我要先谢谢各位好朋友对我的支持 因为基本上昨天在前天那样子的场合 我非得要占我们的立场 因为受到这么大的驱虐 当然一定要拿麦克风坚持国民党立场 那回到刚才看到这个赖清德这个副总统 他在跳广场舞有够尴尬 所以我之前就讲嘛 只要邱毅人回来一定就是这种尴尬的场面 就是哎呀很清明啦 然后很多做作的场合 这就是一个做作的画面嘛 但我觉得现在选民喔 不喜欢做出来的画面啦 喜欢很直白啦 可是你也不能太超过吧 像那个喷火的 说真的那个喷火 这很直白啊 怎么啦 简单说话啊 那个其实有设法之嫌 因为当下有家长打给 我好像在一个社区还是一个学校 就是当下就有选民打给我说 哎我要检举 那个郑韵棚他不能这样喷火的 人家喷火他是有职业的训练 他是有证照的 他是有整个的安全的做法 不是像你这样就学着喷火 这是有一点设法之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在期待啦 我说真的 美丽岛民调已经咬得很近了嘛 Eat Today今天咬得更近嘛 Eat Today不要只看它2.3 你看赖萧沛里面民进党支持者是87.7 国民党支持侯康沛的支持者是88.2 甚至现在的表态率比民进党还高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期待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联军作战 又要打出另外一波的中国棚 大陆棚 中国大陆棚 大家在期待嘛 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整军作战 再打出一波新的攻势 那我刚才有提示了 刚才遇到洪威姐 我刚才也遇到游淑慧 我刚现在我遇到佩军 我觉得我们都会整军作战 你们不用开玩笑了 不用再去吊什么广场舞好尴尬去烹火 我们准备针对民进党这些弊案 全力的检验高度的检验 我就说真的 邱毅仁就只会尴尬的这种场面 以及抗中保台牌 那我已经提示了太多次了 民进党的抗中保台牌 已经在郑运棚 他用中国台湾集去跟三大国性电信业者 做生意的时候就裂解了嘛 我觉得更尴尬的是林非凡啦 林非凡上次出来 你看出来两天现在又不见 为什么 因为他说你们蓝白盒背后 是北京在下一盘大棋 那现在蓝白破裂 难道也是北京的剧本吗 尴尬到爆嘛 你出来讲话 你已经藏了很久出来要付出 结果做出了第一个评论是 北京正在下一盘超大的棋 让蓝白整合 现在蓝白破局 难道是北京希望看到了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 一直在自我打脸 一直在双重标准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我们看到淡水的那一个立法员候选人 在讲佛孟凯 何博文 何博文在讲他爸爸 在讲说他台积联 人家十年前的事情 而且台积联是保护我们台商 台胞 台生各种权益嘛 结果你的太太 去歌颂习近平的 给一个梦想机会 然后讲说 我的祖国好棒棒 这双重标准 所以那场记者会 我在现场 我看到沁伟我们另外一个国民党的副发言人 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说真的 笑死了 太好笑了 每一次都是自我打脸嘛 所以我觉得说到最后呢 说到最后的关键啊 剩下49天 我觉得 这一样回到一个基调 民众党去面对他的争议 我赞成波及哥刚才讲的 就我们不会再跟这个蓝白搞在 就是搞得很复杂 因为大家已经 分了就分了 就已经翻页了 翻页不是 前面如果翻桌翻脸 不管已经翻页了 翻过去就不要再回头 不要再回头状态下 就是我们自己整军作战 对那我先感谢一下这个文尔的斗内 然后等一下再请林涛帮我再做一点点补偿 因为这个出塞阿斯的斗内 说要给林涛掌声没有林涛出声 就会被果冻跟土条来罢麦 就没有这么多的戏剧高潮 虽然难看但效果十足 把这个磕锅给蒙了 怎么会不一样的剧本 感谢何仙仙的斗内 说蓬蓬是在大陆学的喷火吗 在这个选区 因为毕竟这个林涛你是桃源嘛 那所以请问在盛运鹏 对决牛许婷的状况下 前段时间这个看起来 牛许婷的民调大好 但这个选区会受到蓝白破而受影响吗 基本上我必须要分析这个选区 因为我的桃源议员的选区 有涵盖桃源区跟龟山奴族 这个大块系的选区 这是重叠的 那你看到这个选区 虽然有台湾民众党的人 出来登记 可是他发出那个新闻稿 下面留言的人是桃源区 台湾民众党的党部的主委说 这个候选人发的台湾民众党的稿子 里面有很多 跟我们台湾民众党有出路 所以你看到一个很干雅的情景是 他到桃源的中选会登记 成为台湾民众党的立法院候选人 结果下面是台湾民众党 桃源的主委打脸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他们白银都炒不赢了 都不聋了 那怎么可能会整军作战 反而是你看到 我们国民党是村长 我说真的 村长真的大气 后来他是说韩国瑜市长去沟通 希望说他放下来了 那村长我觉得他也放下来 他在那个脸书也有讲到我 在这个蓝白会议协商的过程中 希望大家有一个作战的角度 所以我觉得村长放下来了 白银也没有整合完成 就是牛许庭 就是国民党最大的机会 所以我去这个 包括沙沙也有去 我已经去牛许庭的竞选场 站台两次了 我说有一个这么好的学历的国际视野 有一个这么关心在地 而且都在停文高二文高三 所有公园跟教育建设的牛许庭 我们当然要全力给他支持 如果要半夜 不要像是郑英棚 这种美伏大伙都没有在关心 到处玩喷火 到处在玩肝蛋的这种候选人 拜托大家最后的关键 一定要支持我们最棒的牛许庭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阿豪的斗内 他说这个林非凡说 民进党联合美国破了中共的安排 蓝白河的棋局 我们已经赢得了总统的前哨战 对如果我们不是刚刚领导讲的话 我们也快忘记 讨论之前多次的工厂失火 而不只是人员的损失 财务的损失 还有对于这个周边的居民 空气污染的程度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立委 他居然在表演喷火或吞火 那大家总是看不到 他在实质上的一些作为 好像总是在认知作战 或者是这样一个 比较相对诙谐幽默的场合 比较容易看到郑韵棚的标题 或郑韵棚的发声 那当然接下来呢 因为蓝白已经确定破了 我们也是那句话嘛 就是说散就散了 分了也就分了 那接下来大家也应该重整步伐 不光只是要参选的部分 他们要开始重整旗鼓 当然我们的政论节目 也要开始统一 一一帮大家检视 接下来执政党执政部 理居出了点给大家收看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仙aines 北和机